我们先来看看 世界的局势 好不好 现在这个时机 我们看到世界有开始进行了转变 西方的经济受到了疫情的伤害 现在正在自我疗伤中 东方的世界也在进行了另外一场变化 但是却有很多地方有不同的事件 例如哪个地方 例如缅甸 缅甸现在就进行了军政府的武装镇压 镇压什么反军政府的势力 但反军政府的势力是非常完整的 不包含了只有缅族 还包含了罗兴亚族跟所有种族都在反军 对人的军政府 为什么罗兴亚族这次跟缅族站在一起 因为当时屠杀罗兴亚族40万人的 就是军政府下的毒手 然后翁山苏姬默许 但是当你去追究军政府的暴行的时候 允许他做这件事情的人 确是翁山苏姬 但是翁山苏姬因为 他有做其他举措 释放利益跟土地给一些人民 所以他获得极高的名声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国之名气 你今天放出去之后 你有没有做后续的成长 这个就是要去观察 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武装的镇压 缅甸的问题 其实我们把它统合起来 他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他并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原因在这个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有 老师常常讲到一个状况 什么就是想要的得不到 拥有的又失去 他这样子的情绪的漩涡里面 军政府想要权利 但是他得不到 因为选举失利了 百姓想玩选举的游戏 但是被剥夺了参赛权 两边都有各自想要的东西 却也有他这些放不掉的地方 所以抗争与镇压 就会不断的在缅甸上演 但是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讲个结果好不好 结果是什么样的 缅甸这个国家永远都是输家 不会有人胜的胜利 不会有真的是说可以有真正的赢家说 我今天取得了 所以说缅甸会长足发展 这个并不会产生 为什么 因为百姓在翁山苏姬的时代 并没有真正的提升起来 整体的国家教育的层级 翁山苏姬本身受了很好的教育 但是缅甸的教育 却没有因为翁山苏姬的关系 制定了很多你的教育 或是职讯的发展 让国家的真正新生代受到长足的一些进步的要件 因为知识就是进步的动力 这个无庸置疑 好不好 我们都一定要有知识 有常识 对不对 我们才能够让国家整体的社会 发展到一个很好的境界 而不是只有部分的精英阶层 懂 然后其他人就把它当成工人去使用 这样的方法就是不对的 所以到最后 无论是诸葛四郎或是魔鬼党 谁抢到了那把宝剑 缅甸都必须进入了很长期的盘整期 而缅甸最后谁会胜利 老师这里几乎可以很确定的是说 军政府必败无疑 为什么 是因为自由民主的光芒 必定会破除黑暗的军政府的势力吗 当然不是这个原因 我们看事情不是用这种善情的眼光去看 如果是这样 他将这样的宣布 那也只是台面上的细词 而不是真正的事情 为什么缅甸军政府必败呢 因为这违反了欧美两边的一些利益 什么利益 就是种稀土的出口 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缅甸它是一个除了是稻米的输出国之外 它也是供应大量世界上极度缺乏的 9种种稀土 哪9种种稀土 老师就不说了 因为那个字很难念 老师也怕念错 各位可以上网去科普一下 但是这些稀土对于军工以及科技产业 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存在 如果你任由军政府的继续把持 让武力镇压成为国际常态 这有损欧美他们西方世界的颜面 因为他们秩序为民主跟人权的守护者 而缅甸你今天只骂中国 没人权独裁暴政 对不对 但是缅甸的镇压你却视而不见 那么大家也会看 你们是不是这个双重标准也演得太厉害了 是不是 所以是说这个最后我们会遇到什么状况了 最后必然政权会回到文人的政府 但是几乎可以说 很大的概率不会是翁山朱基重新执政 而是会有一个全新的文人政府 来就给当做新的样板政府 军系的势力绝对不会退出缅甸的政坛 因为对缅甸而言缅甸要维持一个国家 首先还是必须要有各邦里面 够强大的军系的武装力量 来维持这些多元种族 因为种族的多元以及他国土的狭长 而且每一个邦 每一个邦每一个神 他们都还有各自的家族势力 都没有办法顺利的统合成一个国家的形态 不像美国他们宗王之王之下 他们还是可以遵求在一个宪法底下 所以说他变得会像泰国一样 领导人最终会脱下他的军服 对不对 换上了西装 我们的衣冠处处的 但是背后他还是枪杆着政权 所以掌握了整个缅甸的实力 而欧美他也不会放弃民主欢乐送来进入亚洲 尤其是缅甸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让一个人把持世界重要资源太久 而且太稳定 他变成他来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对我 而不是是说你要怎么来取得盗取人家的资源 比如说中东地方被美国欲求 美国跟欧洲所讲求的人权跟自由 在他们飞机去轰炸别人国家的时候 在让美军在当地屠杀百姓的时候 没有人会去反对 为什么 因为世界的话语钱在欧美国家身上 而为什么这些国家要输入民主欢乐送呢 这就是难道是他们要推广了所谓他们自己的普世价值 当然不是 因为像这种像中国这种勤劳的百姓 他并不是只有亚洲的特例 亚洲也不是只有中国会勤劳 应该说是亚洲人本身就有的勤劳一个努力的精神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而且生殖在亚洲人DNA里面 所以如果放任亚洲地区的稳定下去 包含亚洲跟东南亚都是一样 他们稳定的经营跟繁荣下去 那么必然会让东方国家的势力会强过的西方 最终会去碾压的西方国家 包含欧洲美洲都是一样 所以以欧美的角度而言 他既不想放弃他自己现在天龙的那种安逸生活 去迎接东方社会的积极跟奋斗 更不想快速变化来进入到自己的身上 因为能够不变最好是不变 这个是人的一个惰性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让他们进入了混乱 抗议战争暴动 那么这样下去 必然可以大幅的迟缓了 这些亚洲国家的发展 这是老师特别对欧美国家敌对的想法吗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只要各位够年长 或是你有研究过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不是只有美国的国力恢复的最快 其他国家都很懒散 并不是这样 而是事实上来讲 是亚洲的国家 在战后百业凋敝的状况之下 大家非常的努力 苦干实干 让国家惺惺下荣 亚洲发展的是十分的快速 经济的畅旺 跟欧美之间的贸易大家都各蒙其力 但是因为亚洲发展的太快了 可是美国他没有办法这么快 他也不希望被逼得这么快 节奏太快了 说不了 所以是说美国借由索罗斯去发动了金融战争 击垮了泰国 菲律宾跟印尼的金融市场 让他们长期的不景气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办法摆脱当时的伤害 而在透过了什么 在透过了广场协议 来去钳制的日本 再去用泡沫经济 让日本陷入了消失的十年 所以说他有很多的方法 来去让这些正在发展的国家 受到极大的限制 如果日本没有被限制 韩国跟台湾你根本不要想出头 为什么 因为日本当时的百姓 这是全力以赴 都是让日本重新再站起来 那么韩国有没有受到这样的伤害 韩国没有受到伤害 为什么 因为毕竟还打了韩战 对不对 中国加入了韩战 韩战并没有受到这样的伤害 但是越战就有了 越战 美国把越南炸烂了 然后人家拍拍屁股走了 对不对 然后你要怎么建设你家的事情 是不是 他给你的回报是什么 就是你越南人如果要逃到美国去 或移民到美国去 他给你一个非常绿色的通道 所以说在美国越南帮的势力是很大的 越南帮势力是很大的 那香港 我们谈谈香港 香港在移交回中国的前两年 就开始宣导了要为民主而发动的什么 发动游行示威抗议 如果各位比较年长的香港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们不要说太久 80年代 离现在大概30年前的时候 80年代 不要说70年代 累落实在我们不用讲了 光80年代的香港 你是没有什么给你政治聚会 或是你聚在一起谈论你们政治理念的方法 或是你可以公开的反政府 这些都是不行的事情 只要被发现 老师收集到很多的资料 都是先关押你48小时 他是不用理由的 各位看很多港片也是这样 要关你 就怀疑你从事什么聚会 所以说就先关你48小时 不用理由 时间到了放你出去 但是放你出去 你走到门口 等于时间重新再来过 再把你抓回来 关48小时 所以说会抓人的 会无理由抓人的 不止什么 不止只有大雨山的闲瞎书 而是真正这些可以执行的香港皇家警察 他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不需要理由 这种行为 其实连万恶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都还没办法做到 因为抓你总是要一个明目 但是现在当时是不用的 而未来的经济与国际局势 会怎么样的发展 老师这一周做了一个实验 做什么实验 老师觉得一天到晚讲这局势 好像没有去实际操作 太久没操作了 因为去年操作过 赚了一点钱 今年还没操作 觉得这样跟市场好像脱离了太久 所以说还是继续操作一下金融工具 来验证老师对未来的猜测 所以说老师上周而买了什么 买了亚马逊的股票 还有道琼的棋子 周三一天我就出清了 为什么出清了 赚钱了 然后在周三的时候 老师又买入了什么 特斯拉 电动车特斯拉以及比特币 对比特币老师也买了 周六的时候就昨天 老师就已经全速的平仓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留下来也没什么 在周过两天的假日 也不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这四项投资就变成了什么 各位如果有参与股市就知道 老师这四项投资是三胜一败 除了特斯拉 真的是让老师赔钱了 其他都是获利出厂的 所以说以整体而言 一周的获利扣掉特斯拉的亏损有多少 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老师的投资 投资表 最后老师大概赚了4.18% 因为特斯拉亏损 所以是说才会只有4.18% 如果特斯拉没有亏损 大概获利是15% 那是一周 已经全部出金了 出厂了平仓了 没有了 好不好 没有了 没有进行下去了 所以不要问老师 下次你要买什么 要公告一下 没有 这接下来不大会买 会买是自己玩了 老师是一个算命的 不是一个投资老师 好不好 所以说这验证了什么事情 验证就是说你世界的变化 老师可以得到一些心得 就是说 这些的变化可以看到未来 在股市在操作的时候 跟经济整体操作的时候 可以验证老师的想法 当然老师还是讲一下 老师看这些的投资 他是老师没有经过占谱 算哪个会赢会输 也没有看自己的行运曲线 然后看什么时候运气好去买 都没有 完全是跟老师在去年 总统大选前三天预测的一样 老师是以个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 以及报表 他们的获利报表的曲线的高低 所做出来的投资组合设计 特斯拉会跌那么惨 其实出乎老师意料之外 老师以为他跌了三天之后 第四天就应该要赚了 但是谁知道 继续跌 亚马逊老师卖掉之后他开始跌 所以以老师目前的看法 这个时候的世界经济 还需要再处于一个比较博弈的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现在美国所发出来的最新一轮的纾困金 这几天就要进入了美国人的账户之中 而这笔纾困金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笔纾困金 事实上百姓是不大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在共和党的州 都借向废口罩令 以及100%的解封 在这个状况之下 大家都要回复上岗的位置 所以说这1400块美金跟这些延长的一些 失业救助金 基本上是没有意义存在的 他早就应该在1、2月的时候就应该要通过 没有通过 你突然现在通过 你只是为了不要让你的证件跳票 而实际上用途真的是不多 张宝这些纾困金对于轻壮人的来说 他们要做的事情 经过其他媒体的报道 他们这些人大部分是要把这些钱 继续投入在股市里面 希望能够再藏一点股市的一个甜头 但是要知道 股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股市 它其实是一个一些金融的大鳄 大鳄鱼你知道吗 我们称为大鳄 大鳄鱼 它是准备要吞噬掉散户 跟一般个体财富的地方 所以现在股市 它还是处于一个洗牌的状态 能不能赚钱 它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 涨太多的一些硬道理存在 因为这些话题基本上吵了好几次 但是它叠也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它只能说涨多了回 涨多了然后回撤 但是它没有太大的理由 就像什么 你这个东西很多人想去算 但是是算不出来的 比如说什么 世界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 谁?牛顿 对不对 牛顿 他就曾经说过一件事情 他是可以解释最难的数学公式 甚至可以预测了天体运行的魔属 但是他却猜不透股市 像牛顿这么聪明的人 就是被苹果K到头的那位先生 对不对 李克森的救星还是罪人 也搞不清楚 这颗被牛 被不是被牛顿K到的苹果 是被苹果K到的牛顿 他在股市赔了多少钱了 他扎扎实实的 他在当年在股市的一些争夺战里面 他亏损了将近400万英镑 400万英镑 这个数字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 都是一个非常高的金额 所以牛顿一度面临破产的阶段 而实际上 美国在今年的发展 将会如同老师去年的预测 整体美国的景气 会在拜登的手上 获得非常长足的发展 无论你喜欢他或是不喜欢他 都会有这样的结果 因为他不会因为你的喜好 而去决定景气的高涨 这是趋势 这是一个现实 而跟你的个人的情感跟喜好 是没有关系的 一来是因为川普的新政 没有获得最终的贯彻 所以对美国来说 会出现短多长空的局面 为什么是短多 因为第二个要件就是 拜登疯狂的进行了疫苗的施打 让美国可以在6月的时候 我像老师去年的预测 就在6月的时候 可以获得高度疫苗的施打完成 成为了比较广泛的群体免疫 所以他们的疫情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 他们的经济以及购买力 就会在这样子很短的时间以内 就恢复了活力 加上疫情期间的损耗过多 损耗过多 所以必然会在2021年的年底 也大概就是感恩节跟圣诞节的时候 获得空前的回补作用 所以美国的短期经济 老师必须说 它是一个非常看窍的一个发展 这个发展是足以让拜登政府 取得下一次连任的入场券 而入场券而已 你还没有说你可以一定赢 而美国部分刚才讲到 它会有长空 空是空在哪里 空的是在于 美国因为政治制度 而失去了对内基础建设的铺建 以及对整体百姓学士程度 做好整体的提升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而美国以现在的模式要追上他们最大的敌人 也就是China 中国 他们的基础建设 它没有个20年 它是难以追上的 因为它的幅员广阔 它配合到很多的问题 而中国现在的基础建设 除非中美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热兵器之战 而且这个战争 大型战争 又在中国的本土上面 你打台湾还不行 你就打在中国本土上面 否则中国以目前的国力 10年之后把美国甩在后面 让他看车尾灯 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 因为老师他一般移民出去获得更好的发展 老师也觉得 中国你现在发展不好 你去外国会不会获得比较好的发展 这也不知道 很难说 但是要看状况看产业 你如果真的看到未来 你现在发展不好 但是你想看到未来发展好 那么当然美国短多 就可以去试试看看 但是你真正要长期发展的 他还是在中国 这个是比较没有争议的 但是每一个人生活模式不一样 有些人就习惯欧美的生活步调 慢慢来 饿了有政府喂你 赚了可以自己多存一点 当然这个也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着远在发展 说实在的 中国发展一定会比这些西方国家来的快速 这个原因是因为老师去吹捧万恶的中国共产党 不是他们竟然是万恶的 怎么可以吹捧他 老师当然是要宣扬什么杀猪拔毛的 对不对 但是原因是在于一个拥有完整的高铁体系 网罗了整个国家的基础建设 没有任何会进入短期衰败的理由 短期就是一个单元 就是20年之内 他没有衰败的理由 因为他的国内的交通网路发展实在太好了 实在太好了 更不要提到这个国家 万恶的共产党所执政的国家 是有许多快速铁路 可以横贯半个地球的距离 从亚洲的货品直接给你送到了欧洲 这么样的长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目前最紧要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中国拥有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这个其实是很多欧美国家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无论是政治或是商业 非洲国家都是长期 这是长期不是这一两年 至少10年20年起跳 一个单元起跳的 说到中国的资助以及大力的建设 在非洲他很多建设 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商人政府 还有各个单位去把它完成的 非洲也有很多的农余产 是透过中国的商人 从非洲迈回到中国 这个是非常大量的事情 而当美国人还以为什么 非洲是野生动物园 大家都没有穿鞋 都在Hukachaka Hakunamu Tata的时候 对不起 非洲现在包含南非 我们建议南非为主 南非已经启用了5G 这非洲 已经启用了5G 你以为他在Hakunamu Tata吗 不是 你再启用5G了 而且用的是哪个厂商 华为 这是华为 所以说老师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个看法 是什么呢 老师认为中国一直现在跟美国去操作 华为跟小米跟高歌器的议题 这感觉他好像是一个烟雾弹 各位有没有这样觉得 好像让大家是全部集交在中国 华为的问题 大家一直想办法去围堵他 不要让华为去赚他们的钱 但事实上在欧美以外的地方 华为已经往南去发展到其他国家 非白人国家的体系都开始使用华为 就光非洲这个黑暗大陆 就已经足够多的人 让华为可以打下一个新的战场 现在如果只有南非 那么其他国家一旦慢慢建设起来 非洲为了发展不会亚于印度 而且非洲的人不怕挨饿 因为他们可以吃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非洲人懒,懒到你无法想象 这个没有跟你开玩笑的 他们懒是懒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但是他们同样可以产出的东西 也是多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真心的丰富度 所以说现在让美国跟欧洲 倾尽全力来围堵华为 老是觉得中国是不是在搞一种 民修战道暗度成仓的 这样的手法的音乐存在 而这样子去经营世界的广度以及深度 是无论如何 美国都无法在短时间之内突破的限制 为什么? 因为欧美国家太相信什么 自己是神之子 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世界的话语权都应该在白人世界里面 而比较可悲的事情是什么? 这因为是中共是一个独裁暴政 无人权的统治 所以中国的政治稳定度 会完胜西方跑龙套的政治 这不是老师去故意去去揶揄人家 可是西方的这种选举制度 选出来都是跑龙套的 他最高只要负8年的责任 你说他要负责什么责任? 他需要跟你谈论几十年后的发展 不用 8年到老子散人 其他跟你们去玩 对不对? 我退休了 不关我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在中国所有的政策 几乎无据于内部的时间压力 他要做 他就花了很多时间慢慢给你去做 主要是要做到 路线可以修改 但是方向你一定要达到 因为政治的稳定度很高 那么他现在只有遇到什么? 中国现在遇到了只有外在的压力 但是外在压力对中国是不好的吗? 我们可以讲一个老祖宗讲过一段话 老祖宗就是孟子 孟子说过一段话是什么? 路则无法加避世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 虽然说外在的压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的 美国当时失去了苏联 所以他赶快去找下一个的对手 因为苏联是他最大的对手 所以美国有对手 他才能够新旺发展 能够做必及备战 对不对? 就像鰻鱼里面 他的一定要放几只螃蟹 那鰻鱼的存活力就很高 人是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如果你现在人生 你觉得你这人生平凡无奇的时候 代表你在安乐之中 当你觉得不满 那么请你也要有危机感 当你有危机感的时候 无论是你的年龄 无论是你的财富 无论是你的地位 无论是你对自己的期许 当你感到有危机感的时候 你才有进步的空间 不要问老师你什么时候可以发财 而是要去想怎么办 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努力 我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要浪费 就像老师现在都还要上补习班 对不对? 学习一些各方面的知识 无论是技术 或者是学士 老师正在不断的进修 各位你有持续进修吗? 好吧 来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